JSM 2018 MC 第17 条 这条是一个水底的摄影机 拍到水面,得到的影像 你会看到人围着这条,弯弯的 然后那些树有点浮上去 温泉原本是一个长方形的温泉 而温泉变了弯的 这样弯形了 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们看回教科书的六十三项 这些就叫做Fish Mill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说如果天空上高的云 被水底里的人看到,光线就是直去的 所以人们就会觉得云在自己头上 但如果这里有一棵树 光线是会这样进去之后 会偏向发现的 所以那棵树的影像 就会浮来这些位置 不好意思 这个树尖尖 就会这样来,偏向发现 就会浮来这些位置 所以这边最偏偏的草地 这些光线进来 就可能会偏向发现 就来这些位置 所以草的側边就来到这里 这一个这样的概念 就叫做鱼的树域 所以其实明明是一个方形的温泉 就会望上去 就好像将东西浮了上个圆 追上高 水里面的别说了 其实这个关键位是什么呢 如果鱼的视域来说 如果这个是一个水池 如果这个是水池 这个里面的是水的话 最关键的那条光线 就是最旁边这一条 最旁边这一条 是怎么进去人的眼 这条是最关键的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我举一个例子 如果这里有棵树 这棵树 那这些光线 这样进来这个水 它进去水后 是会偏向发现的 所以它进去人实看到的 最难看到的位置 其实就是这个 空气的入射角是90度 而这个是临界的 那个就是最难看到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考虑这一个位置 所以其实个人 如果最问的东西 让他见到 都会浮上来 就是说其实 这里 这棵树 这里那棵树 其实就会浮在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最问 而让他们可以见到的东西 所以 我们如果有了这个观念的话 这个桶 就是他所聊述的东西 所以这个圆碟半径 就是说这个位 这个圈 而这个圈里面 这个就是一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的高度 就是水深 就是1.4米 这个三角形的R 是我们不知道 而刚才说过 这个如果空气里面的角是90度 这个就是临界角 那如果是这样说的时候 就是说 Tangent 临界角就是对边 Tangent 临界角就是对边 就是R 除以这个高度 1.4 1.4 那就是说 如果你想知道R 的话 你就找到临界角出来 于是这里就找到 其实临界角的定义 就是说 空气的角 是90度 在界积的角 那个角 就叫临界角 所以其实我们曾经 背过一条公式 就是 折射率 等于1 除以西临界角 所以就用回 1.33 等于1 除以西临界角 就会计到 准备到 是48.75 4.75 打开 就把这个48.75 对 或者48.8 推回 这样呢 就会 能够计算到 这个R 是1.60米 的了